當中有兩位男士,一位女士 都是在香港國際機場工作 確定他們感染了麻疹 這也是一個爆發 因為平常我們都不預期 會在這麼短的時間 就會出現幾個個案 平常不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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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顧那位早前的病人 他在所謂可具傳染性的時間 和今天這三位病人 新確診這三位的潛伏期 都是有不同程度的重疊 變成我們都不可以完全排除 他們之間是否有關聯在算 但是可以這樣說 在今天有三個個案 他們同時間都是在機場工作 雖然我們了解他們都不是說 三個都是在同一個地點工作 因為大家都知道機場都是非常大 有不同的工作崗位 但是我們看看這個也是一個爆發的 因為平常我們都不預期會在這麼短的時間 就會出現幾個個案這樣 香港人比較多去的日本 都是有一些明顯麻疹多了的情況 以日本為例 大阪府、東京都外資源 頭這三個月的麻疹個案 都是明顯上升的 我建議相關在這些行公司 他們考慮幫助所有這些機倉服務員 或者是會去這些爆發麻疹地方 那裏做地勤工作的這些職員 就會盡快安排打麻疹的預防疫苗 否則這些個案恐怕會陸續來